这个标题有点夸张 其实今天呢我表达的就是怎么样穿呢 比较显贵气 你没有花太多的钱在你的打扮子上面 但是呢看起来呢很有钱 我的初衷一直都是不希望大家花钱 以现有的东西来达到最好的效果 今天的视频呢全都是概念性的 那视频开始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订阅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 不管这个人从远处看还是从近处看 穿衣服布料的状态 并不是说你的衣服一定要纯羊绒纯羊毛 要非常高级的那种材料才行 一定要做到不沾毛 不起球 没有褶 而且不能破洞 我们先说不能有球 我知道很多衣服就算是纯羊绒的 它里面可能会加一点其他的材质 用久了之后腋下啊 带包的地儿啊 臀那个地方它都会起球 我们要做的就是经常剪子把那个球剪下去 不能有褶 那个褶呢就是平时脱下来衣服呢 一定要给它挂下来挂好了 然后不要就臀一个球放在那儿 出门之前如果还是有点褶的话呢 临时steam一下 这样子穿出去 到一整天呢它褶皱的程度还是可以令人接受的 不能有毛这个我就不用说了 因为就像我是穿黑衣服特别多 出门之前都会滚一下 如果那个外套是带浅色毛毛 然后它里面没有内衬的话呢 一天的摩擦 外套的毛毛就会渗透到你里面的那个黑色衣服里头去 滚都滚不下去只能用手拔 就这个时候这衣服就算是毁了 就没有办法去拯救它了 抛开所有设计师的设计以外啊 所有破洞做旧的衣服呢 它都显着不是很贵 不是特别的贵气 当我们穿衣服的时候 如果你想看起来很有钱的那种范儿的时候呢 一定要避免就是有破洞啊 钉着当当的那种毛线头啊 最好还是就是比较挺拔 比较合身 然后布料看起来比较好 就可以了 你把它保养得很好 看起来就很贵气了 第二个呢 就是欧洲他们设计的都比较密集 颜色色块都比较多 按北美这边的审美来讲呢 越是大色块 越想贵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几张图案 一个是颜色比较多的 一个是大色块比较多的 下意识的一种审美 来感觉一下 哪一个看起来是几千块钱的感觉 一目了然 像五六十岁这个年纪的女性 穿那种饱和度不是特别强的那种粉色 比如说发点桃红的粉啊 哪怕是有点就是baby pink 其实穿上去都特别特别的显年轻 但前提的是就这种衣服一定是大色块 如果你穿一个大衣你就整个都是那种颜色 千万不要有什么小碎花 就是粉配绿花粉配蓝花 这样子一下子就气质全下来了 下一个显贵气的呢 就是全身不超过三个颜色 这个说法呢是所有研究穿搭的人他们都会做到的 对于我个人来讲呢 我觉得我要给他做一点调整 这三个颜色还要包括你头发的颜色 我是黑头发 但是很多亚洲人呢染了棕色也很好看 或者有紫色呀 或者是还有很多别的颜色吧 九红色反正都挺好看的 所以你最好穿衣服呢 这个三个颜色要把你的头发加进去 那如果你是棕色头发呢 可以就选一些个棕色的外套啊 棕色的皮鞋啊 棕色的包包啊 不一定就是你去店里拿着那个包跟你头发比着 就一模一样的棕 就是发那个色系的就很好看了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穿的这一身呢 因为我是希望我的身上的颜色越少越好 算是一个小羽衣吧 在Farfesh这个网站上买的 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当时它是2000加币 然后我买的时候就500多 就打折打得特别狠 主要颜色有两颜色组成 一个是黑色 一个就是这种裸色 全身只有两个颜色 我还可以加一个另外的颜色 这是比较跳的 最好还是一个色系的 这样子看起来呢 就比较显贵气 当然了这身衣服也可以适合 棕头发黄头发都可以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我要是穿了一个 背了一个绿色的包 穿了一双粉色的鞋 那这一身就完全垮掉了 就完全没有贵气可言了 Farfesh他们的网站上 发视频的今天开始 他们会有两天的 全球85折的一个活动 在结账的时候 看看它是不是自动给你打个85折 层次感呢 就是一个叠一个的 往上不停的叠加这样子 如果是一个衬衣 加一个西装裤子 就这么穿的话 就看起来就会特无聊 那大家可以做一些个小细节 比如说把衬衣的袖子 弯上去啊 卷上去啊 衣服 栽在裤子里面啊 或者外面加一个小砍点啊 或者加一个小西装啊 就这样子重叠上来看的话 就这个人就特别有层次感 下一个呢 就是你在穿衣服的时候 不要特别大胆的去尝试撞色 如果说撞好了 是真的会很好看 但是很容易就撞不好 所以最保险起见呢 大伙如果选颜色的话 还是选临近色 如果你想说穿衣服夏天一点 看起来比较年轻 那你就看这个色盘 你可以选黄色呀 配一个浅绿色 再配一个橘色 眼睛看起来特别舒服 那如果说你撞了一个黄 一个紫 然后再加一个大红 这样子那个贵气的感觉就没有了 就你出去就感觉像一道彩虹 这个撞色很难撞得很舒服 就你的临近色的话呢 会穿上去大气很多 人看上去呢 以后舒服很多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呢 我就继续再重复一下 因为这个真的真的特别重要 就上半身 就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的手势 最好不要超过三样 这三样还是一种颜色的 银色就全银色 如果是金色就全金色 除非了你带了那种 就是两个颜色相交的那种表 那种表是可以摆搭的 可以既配银也可以配金 如果你带了一个那个物体 本来就是银色的 然后你周围又带了很多金色的东西呢 我看到这个人这么带的话 我就会觉得它身上所有的金色 都会把银色给吃掉 银色的东西 哪怕是白金薄金的 它也会显得暗淡无光 因为它金色实在是太耀眼 太闪了 它会抢了你身上 所有金属配饰的一个风头 如果说你的皮肤是比较冷色的 像我一样的话 就是适合银色的 那你就全身就是配银色 但是这个银色呢 恰恰就可以融入到你的肤色里面去 看起来呢 就会特别舒服 它是一个小小的亮点 不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夸张 就好像为了带首饰而带首饰 叮咯咯那种 那如果说棕色的头发 黄色的头发 皮肤颜色比较显暖的话呢 那金色和玫瑰金就比较适合你 这样子看起来就比较融为一体 如果你暖色的皮肤 再带银色的首饰的话呢 就会显得皮肤更小麦色一点 就会更加暗淡一点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区分呢 放在这个屏幕上 觉得你的手比较显白呢 那你就是冷色的 那如果大家把手放在 我现在的这个屏幕上 比较显白 那你就是暖色的 分不清 觉得这两种 觉得都差不多感觉 那你可能就是 可冷可暖 这两种首饰的颜色 你都hold得住 据我观察了很多女性 我都觉得有一个现象吧 就是我们每个女生的指甲油 还有我们的唇色 也有显贵和显廉价之分的 我推荐比较显贵的 像红豆沙这种颜色的 或者是比较裸色 很多人都说擦了裸色像生病了一样 不要挑特别裸的 就挑那种饱和度 不是特别强的这一种 就会显得气色特别好 大橘黄 或者是带着荧光的颜色 就显得廉价感特别强 哪怕说这个指甲油特别贵 是设计师的 哪一季的限量什么款 擦指甲油 你只是擦这个颜色 你不会把那个瓶也贴手上 我觉得选对 适合你自己的颜色跟款式 是最重要的 至于是什么品牌 是次要的 因为没有人会知道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也许我说的不对 最后一个呢 就是关于logo 比如说什么 Chanel啊 比如说爱马仕啊 就那种大H啊 双C啊 这种东西 穿的身上越多 越显示这个人 比较贵气 越有钱 没错 因为这个东西呢 真的很贵 是奢侈品来的 穿的越多呢 真的就会显得你这个人 买得起 其实换一种角度来看 我认识的 或者说是 我知道的 新闻里面呀 也好啊 比这些个有钱人 还有钱的那些个 富豪级别的人呢 其实他们其实都穿 不带logo的衣服 几个logo 其实是并不能代表 他们的社会地位 就刷脸就行了 但是他们穿的衣服 也是很大牌的 但是他们就选那种 非常低调的 皮带上和包包上 就一点点点缀啊 或者鞋上 一点点啊 就比全身是logo那种 显得要贵气 显得要大气 有钱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赞同我这一点啊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今天这个 穿搭类的视频 请帮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 订阅我的视频呢 就请订阅一下 你的支持就是 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了 所以说呢 那我们就 下次再见吧 拜拜